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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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间当中最殊胜的 最了不起的就是清净戒律的 然后见解也是很正确的 这种人是我们很难得的 但是有些人 戒律因为种种因缘已经释坏了 而见解也是原来有政治正见 那么现在就是依靠一些外道 或者是一些恶人 他们的这个因缘 就自己的见解已经损失 就见解退失了 再加上他的这个行为 灯子里面所包括的一些行为 就也不如法 就是白天晚上 很多人的这个行为 其实人的这个行为还是非常的重要 行为不如法的时候 很多人看不惯 内在有一种功德和超胜的境界 但是你的这个行为不如法的时候 大家都会歧视你的 然后还有灯子说包括的有些圣祸 圣祸就是他每天都是过的 这个就是也邪命延火吧 就是不正当不如法的这种手段来活着 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那么这样的时候 一般来讲 就是很多人觉得是破戒了 间接也退失了 这个人已经众人受歧视 在这个时候 就是自己都是特别的这种伤心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破戒者 或者退失间接者的一个位置 就翻过来安慰自己这样想 这样的破戒和损害间接其实也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是不好 因为我的烦恼 就是无名烦恼 无时以来的无名烦恼很严重 再加上是贪心秤心 在我的相续当中也极为的强盛 然后外面的各种复杂 就是混乱的环境 当当各种因缘具足以后 我现在坏坏间接 坏坏我的戒律 其实这一点我自己也是不愿意的 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 谁愿意自己真的变成破戒者 变成破间接者 就不会 不像这样的 谁都不愿意 但最后的话自己也是无济于事 世间有些人说是我们身不由己 因为我们年轻 有这种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些人确实毁坏戒律 很多方面自己也是不愿意 但是烦恼现前的时候 或者自己年轻 七面明点比较强盛的时候 自己克制烦恼 实在是没办法 最后已经不得不到这种境地 在那个时候 社会上的很多人也是看着你的嗤之以臂 但是自己也是无济于事 实在也没办法 这种情况现在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有些人真是破了一些戒律 马上要在学院当中 或者一些僧团里面开除 在这个时候你自己观想破戒者 然后翻过来想在这个世间当中 应该说是非常可怜的人 在这个时候自己也在想 我现在这样的破戒者 一方面来讲是很可怜的 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太过于的有种失望 什么生活都是没有勇气 这一点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并不是我 因此就是想 我现在这样低劣的话 那你看我原来的这个我 或者说是你现在这些众生 你们自己认为是你自己具有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心 如果你具有大慈大悲心的话 那么你应该有本事来救护我 如果你真正能救护我的话 那就我也可以有自拔的这种能力和勇气 哪怕是在我这个生活当中 遇到再大的困惑困难 以及折磨的话 我也是心甘情愿地面对 结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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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我遭到戒律上 遭遇违缘 失怀戒律 最后苦苦挣扎的时候 你也没有来帮助我 一直不理不才把我放在那里 但我的见解也是依靠种种的外缘 最后也是生邪见 生特别可怕的邪见 而我迈向企图的时候 你也没有指使我 没有帮助我 最后让我直接也是古灵无洲的滑向深渊 就堕入深渊 那你也是不理不才 那这样的话 让我遇到种种这样的困难 痛苦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来帮助我 解救我 没有关心我的话 那你怎么会是 还有这个菩萨的信仓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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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修行佛法 处处都是遇到违缘的 种种困难 种种痛苦 所折磨 残扰的 这些众生的话 你就不关心 不悲悯 不关爱这些众生 而这些众生积极的可怕 他们都相当于 处于一些蒙舌度数的口里面 像蒙舌度数般的恶趣的口当中 地狱 饿鬼 旁生当中 就很容易要会堕落下去的 而且整天都是日日夜夜 有众多的痛苦和苦难 一直折磨着这些众生 但是你对这样的可怜的众生 毫不关心 就是死若无毒 一点都是不理睬 看见这身边的这么多的可怜的众生 你看都不看 问都不问 不问不问 一点都不关心 而自己还是在众多人面前 就是夸夸其谈 自己有如何如何的功德 如何如何的事业 扩展 一直高疼扩难 但这样有什么有用呢 就是没有人 你身边这么多的可怜的众生 你作为一个大乘菩萨的 真正要该关心 该值得去帮助他 可是这一点你毫不关心 你一直贪自己的这种功德 那合不合理 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每天都要闻思 我今天就是在 因为这个很重要 再次的给大家讲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 每天都要闻思修行 就是闻思修行 然后第二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时时刻刻不能忘记利益众生的大事 这两件事情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否则的话 我们失去了大乘修行的资格 没有这种大乘修行人的资格 因此大家时时刻刻应该关心社会 关心众生 那这样的话 自己的修行自然而然会增上的 有些境界的话 你没有特意地去求的话 自然也会显现 自然会显现 所以大家在平时修行当中 应该也如此对待 感谢你 我感谢您 咯 咯 就是 咯 我们下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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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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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